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芳慈 欢迎收看全球看民视 接下来30分钟要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你来走遍全世界 首先来关注和我们临近的日本 今年出现了几年才一遇的暖冬 昨天全日本210多个观测站 出现了地区这个气象史上的2月最高温 最北端的雪国背海道 不只是路面的积雪大量的融化了 本来海上整片的流冰 在高温之下也几乎全融 好 不过当地气象单位也提醒 结果好天气只会到今天 明天开始会再度降到10度以下低温 19号东京地区的白天气温 来到16.5度上下 但室外忽情忽阴的天气 让民众都不知该怎么穿衣服 今天呢 微妙了 但是 你还冷吗 暖的吗 我还没想到 肌肉很冷 但气温很暖 什么呢 日本各地受南方暖空气影响 纷纷出现宛如4 5月春季时的温暖天气 全国19号有217个观测点 测到地区观测史上的2月最高温 其中北海道北方的文别市 更出现宛如6月初下的17.1度 当地外海原本还能看到一整片雪白的流冰 现在也几乎全被荣光 让原本计划沉船欣赏流冰的游客 大失所望 被害到的最大都市闸谎 道路也在将近14度的高温下 大量积雪融化形成一片汪洋 还有大面积的路面结冰 民众也得赶紧拿起工具处理 日本气温迅速回暖 也对日常民生消费带来影响 东京的超市里货架上虽然白满大葱 白菜等于火锅绝配的食材 但在今年的暖冬天气下 热乎乎的火锅自然也不受消费者青睐 让业者好苦闹 不过气象单位提醒 日本这波高温虽然会持续到20号左右 但21号起气温就会急速下滑 东京一带的最高温 更可能从原本的22度 一口气跌到10度上下 近期预定前往日本旅游的民众 要多加留意温差带来的影响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好玩在东北亚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南韩医疗部门 今天有超过6400名实习 还有住院医师集体请辞 还有万名医科学生休学 他们的目的是要抗议政府 宣布要从明年开始增加 医学院新生人数2000人这样的政策 因为他们认为说 政府想要改善偏乡医师短缺的问题 可是应该要从现行的福利 还有环境改善来下手吧 而非扩增这个医学院的学生 好所以目前呢 已经有1600名医师 也要抗议离开工作岗位了 现在外界担心恐怕会造成公卫风险 政府也紧急启动诊疗辅助系统 但是恐怕也只能撑两到三个星期 医师穿梭病房诊疗照护患者 不过近来南韩这样的公卫医疗日常 恐受到冲击 南韩保健福祉部20号统计 截至到19号 全国100家医院共有6415名实习或住院医师 集体提出辞呈 当中1600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 提交辞呈人数约占全近1.3万名实习 与住院医师的百分之五 抗疫政府推出的医师培训改革计划 将从明年起 每年加收2000名医学院学生 来应付高龄化人口 目前南海每千人对应的医生数量为2.6人 远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3.7人 虽然民众支持 但引发医师强烈反对 报公医师认为 政府贸然增加学生影响医学测育品质 而这项议题在医界也争论不修 支持新政策的医界教授 上节目批评 没以患者为重 总理则对请辞表达遗憾 根据南韩法律政府 能下令医护人员结束罢工 拒绝命令可吊销医师执咒 外界现在最担心的是 医疗前线恐出现混乱 光是弗莱斯医院 二月底前已有一半手术得取消 甚至有家属说 手术等了一年 现在又要延后 政府下令延长 公立医院营业时间 开放军医院 一届认为 紧急整劳系统 最多只能制成两到三周 明师兄联心综合报道 印尼刚刚结束了总统大选 不过官方的计票作业还在进行 这回大选有两亿多选民工作繁重 当地选务最高官员就表示 即从上个星期三投票日到前天 在中间五天 已经有四千多人过劳生病 八四人还不幸丧命 好这让印尼的大选 不只是全球单日最大 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致命选举 选务人员大声唱票一笔一画 记下候选人选票数量 印尼大选上周落幕 就连准总统都已经出炉 普拉伯沃在非官方计票过半胜出 宣布当选之后还获得俄罗斯新加坡等外国领袖祝贺 可是实际上官方人工计票作业还要一个月 正是结果三月才会公布 印尼是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 今年大选就有两亿多合格选民 是世界最大单日选举 加上幅员辽阔 全国由近2万座岛屿组成 投票站多达80万个 选务工作相当繁重 即使当局出动500万人帮忙 也能传出选务人员过劳死的暗示 印尼选委会主席阿萨利 19号就在记者会坦言 从14号选举结束一直到18号 已经有4000多名左右选务人员过劳生病 当中有84人不幸死亡 选举当天投票要在6小时结束 而投票站关闭后 计票工作可能长达12小时不间断 其实选务人员过劳死 在印尼并非新鲜市 2019年大选就有超过500名工作人员死亡 虽然选务人员本来就设有年龄上限 而且政府事后也强制制宫 接受健康检查 这次大选依旧夺人性命 明示新闻林浩博综合报道 阿根廷足球天王梅西 他日前以受伤为理由 所以缺险了在香港的表演赛 引发了大批球迷非常不满 为了灭火昨天梅西亲上火线 他微博上再次解释说 是因为要避免伤势加剧 所以才没有上场的 但是他通篇文章还是没有道歉 2月4号在香港的比赛 梅西一开始就没穿球衣 整场都坐在板凳上 赛后香港和中国球迷气炸了 主板单位甚至退一半的票钱 希望平息怒气 还搞到亏损 相隔两个礼拜后 梅西终于亲上火线 在自己的微博上解释 其实梅西早就在微博上表明过多次 是因为大腿内侧内收机发言才没上场 影片的解释了无新意 麦哈密国际离开香港后 下一站到日本东京的比赛 梅西就上场了30分钟 更让香港球迷咽不下这口气 梅西的影片开走民意就说 因为听到了许多不实的消息 所以必须说清楚讲明白 绝对没有政治因素 不过梅西在影片中仍没道歉 不知球迷买不买单 但风波继续延烧 越马亚克廷国家队 3月要在中国替两场热身赛 已经全被取消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有元宵灯会 那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最近也举办了灯光节 配合举办夜光路跑 1000多人像这样子穿戴上LED灯 闪闪发亮 让跑者本身成为最美风景 夜蝴蝶在黑暗当中翩翩起舞 频繁的夜跑活动 用五颜六色LED灯去点缀 顿时变得美丽又梦幻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举行一年一度冬季灯光节 跑者们穿戴亮晶晶的灯泡装 展开7.7公里长跑 新手和儿童组则要跑3.3公里 将近千人的路跑大军 沿途照亮街景 还可以跟各式各样 大型灯光装置互相回应 尽管天气不佳 民众还是风雨无阻 还有人干脆用雨伞做成水母装 兼具造型和遮雨功能 夜跑融入创意和活力 也让这座北欧港都更具独特风情 民事新闻出版综合报导 日本最近天气回暖了 花季也提早报道 四国高枝县和金英 已经进入了满开 河戈山县的南部梅林 还有路儿岛神社境内的渥荣梅 也在最近进入了盛开期 粉中带红的重重花瓣 中央点缀金黄色的花蕊 绵延无尽的花海 长景美不生收 日本路儿岛的藤川天神神社内 大片的梅花林 最近迈入盛开期 深社一共三百棵梅花树 其中五十五棵 因为枝条向旁延展 就像卧龙盘踞地面 因此被称为卧龙梅 其中最高龄的一棵 据说已经有一千一百多岁 随着近来天气回暖 许多冬季和初春的花种 都提早绽放 河哥山县向来是日本最为出名的梅子产地 位于南部丁的南部梅林 面积广达一百公顷 号称一目百万株 每一箱传十里 每年都吸引大批赏花人潮 不过受到暖冬的影响 今年花季提早两周开跑 结束时间也比往年都要早 预计25号园区就会关闭 除了梅花之外 早春的樱花也纷纷绽放 四国高枝县最为早开的樱花品种 合金樱 带头迎接热闹的樱花季 上樱景点维松公园 从三月下旬开始 还会进行夜间点灯 让民众提早感受春季气氛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日本南部海域有一种紫海胆 过度繁殖 吃光了海藻 影响到其他鱼类生长了 好 哪有雪线就有夜藻 于是决定要吃掉这些有害的海胆 新鲜海担混合豆浆 形成绵密的基地 上头放上鱿鱼生鱼片 还有晶莹剔透的鲑鱼卵 最后以小花点缀 豪华的海胆慕斯 鲜味满分 侵袭在日本南部海域的紫海蛋 是高级的海鲜食材 也是会吃光海藻 影响其他鱼类生长的生态杀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鸟曲线的业者想出一个妙招 那就是把海胆捞起来 用高丽菜和花椰菜养肥了之后 做成料理吃掉 将鱿鱼切成条状 取代意大利面 翻炒过程中加入肥美的海胆 还有鸡蛋奶酪以及各种香料 一道海鲜版的意识料理就能上桌 嗯 濃稠 最初在口中加入 鸡汁的香气 都会出现 后来有海鲜的海鲜 有海鲜的海鲜 海鲜和海鲜的相似 所以可以吃饭的海鲜 可以吃饭的 相关业者还举办海胆美食祭 联手当地19家餐饮业者开发新菜色 除了日式的茶碗蒸 还有西式的前菜 预计活动将一路持续到25号为止 让民众充分享受海胆的美食饗宴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得花上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睡觉 要如何睡得更健康舒适 成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那么日本有一项研究就指出 我们在旧寝的时候 如果使用高度超过12公分以上的枕头 恐怕会提高发生 追骨动脉剥离 甚至引发中风的风险 对现代人来说 如何拥有优质睡眠 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课题 为了营造好的睡眠环境 枕头的高低与否也是一大关键 由于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 喜欢的枕头高度也各有差异 但日本国力循环系统疾病研究中心 一项最新研究却指出 如果在旧寝时使用太高的枕头 恐增加发生中风的几率 医师分析 若民众使用的枕头太高 恐压迫到颈椎 导致其中的追骨动脉剥离 甚至断裂引发中风 而调查50多名 有追骨动脉剥离症状的患者后 也发现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 睡觉是使用高达12 甚至15公分高的枕头 而现在许多人在睡前都会忍不住躺在床上 用枕头垫高头颈后开始滑起手机 医师也警告这种习惯十分危险 至于该怎么挑选适合的枕头 专家则建议民众 枕头的高度必须要在身体平躺时 能让脖子维持流畅水平直线 如此一来才能让颈部放松 拥有健康且舒适的睡眠 民視新闻综合报道 2024自由市滑雪世界巡回赛 第二站是来到加拿大提马山举行 这项极限滑雪赛比赛的地点 都是选在天然险峻的高山上 选手得从高度落差非常大的断崖 泥越而下 比一般滑雪比赛的难度更高 当然也更危险 加拿大提马山海拔高度2350公尺 气温低到摄氏零下20度 南面地形相当陡峭也很惊险 事业顶尖极限滑雪好手齐聚山顶 准备在这里大显身手 瑞士滑雪好手班德尔 做完720度旋转动作后 一个不小心就摔得人仰马翻 第二年参赛的法国好手曼丁 则顺利完成后空翻 他在男子自由市滑雪项目 获得第二名比去年进步一名 21岁德国小将习近连续第二战有精彩演出 再度夺下男子自由市滑雪冠军 今天连两战疯王 积分也遥遥领先 至于法国滑雪女将凯勒斯 则是获得女子自由市滑雪冠军 滑雪版项目则是法国好手的天下 德拉鲁获得男子滑雪版冠军 也是连两战疯王 因为马丁尼斯上一战第二名 这一战拿下了冠军 法国全友称霸滑雪版比赛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上详细的天气状况 我们把时间交给敏西 哈喽大家好 我是民事AI主播敏西 台湾的大自然真的充满了生命力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 公布了一系列珍贵又可爱的偷拍画面 架设在山林里的监视器 记录下野生动物们最自然的一面 包括了小黑熊漫步 水路洗泥巴浴 山墙亲吻镜头等影像 希望未来他们还会有更精彩的演出哟 接下来 来看今天的国际气象相关消息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 日前出现水龙卷 有一栋建筑物受到轻微损坏 至于靠海的麦阿密戴德郡 以及布劳沃德郡 一天中出现至少四个龙卷风 不少路数被吹倒 路旁的汽车因此惨遭压毁 现在来看国际主要城市的温度 东京、大阪、首尔 最低零度最高16度 新加坡、雅加达、河内 最低21度最高31度 吉隆坡、马尼拉、新德里 最低12度最高34度 纽约、洛杉矶、芝加哥 最低2度最高16度 伦敦、巴黎、莫斯科 最低-4度最高13度 其他最新国内外消息 请大家持续锁定民事新闻 我是闽西 接下来把现场交给主播 我是刘芳慈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也请持续收听我们各节podcast 带给您最新最及时的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观看